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的媒體記者來問拜登 說你認為這是種族滅絕嗎 拜登怎麼說 拜登說不 我認為這是戰爭罪 他為什麼不說這個叫種族滅絕 而認定這個叫做戰爭罪呢 他只說證明遇害令人罰指 普丁就是戰犯 這個人太殘暴了 所以我會繼續的增加制裁 不僅是拜登這樣說 Sullivan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也說 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 俄國的暴行達到種族滅絕 所以只認定是戰犯而已 這個程度有差 請教一下介大使為什麼 因為genocide在國際法當中 它是有定義的 它是不能隨便濫用的 就是說你是有計劃的 你是持續性的 你是這種這種用暴力的方式 去消滅一個族群 一整個族群 或者一整個民族 這個就是這個才叫genocide 你是有像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納粹要殺猶太人 他是把他全部都關到集中營 最後要發明煤氣爐 把這些人一個一個送到煤氣爐 把他燒掉 那他最後吃他 他要把這個猶太人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這個就叫genocide 那事實上在這個 在這個非洲發生了幾次 這種種族群 他也是這個種族之間的仇殺 比如說Hutu跟這個 Tusi Tusi 那他就是要把 就是要把中間的一個 把他殺光 那他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這個就叫genocide 那當然就是說 也有一些解釋說 你如果說 要把他的文化認同 或者他的歷史的連結 這個雖然這群人還在 可是呢 他把你的文化認同都沒有了 你文化特徵也被消滅了 你語言啊 什麼什麼習俗啊 什麼通通消滅光的話 是 那就是說 也是一種 文化上讓你這個族群 他跟你過去已經 過去已經斷絕了 這是一種比較 擴張的解釋 可是也沒有完全被採納 最主要還是要所謂的實質上 把他從這個 把他殺害掉 不是幾個人 所以 美國人 他沒有辦法在這上面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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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倫斯 因為哲倫斯記 他大概不懂 這個 這個國際法上對genocide 對於種族群人是有個比較嚴謹的定義 他有一個認定 對 他這個東西美國講對 如果說是 對 他是所謂的戰爭犯罪 因為戰爭是只能對這些 所謂穿軍服的 就這些戰鬥人員 你可以互相行使殺戮 那麼無辜的平民是絕對不能夠有計畫的 或者故意的加以殺害 你可以誤傷 你誤傷他可能不認為你是一種戰爭罪 可是你是刻意針對平民 做出殺戮的行為的話 這就是戰爭罪 像美國 美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個美來村大屠殺 進去人家村子裡 把900人殺掉一半 那個就是真正的 就是戰爭罪的屠殺 那這就是針對的 但是針對平民 他知道這裡就是平民 然後他進去就把他 他說他們是同情越共 你不能說 可是他不是越共 對不對 你不能說 他說這個小孩也是越共 這個女生也是越共 這阿嬤也是越共 不行這樣算 那他就平民就是平民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說 這個他是有這個 這個時候是戰爭罪 在我們在國際法上 這就是戰爭罪 因為這些罪名不是隨便能夠安的 那你必須要有他的 你要必須有他客觀的這個要件存在的時候 你才能用這種罪名 可是講到種族滅絕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美國方面是怎麼樣說 大陸新疆 是在那裡犯下種族滅絕 所以美國的國會 是國會裡面呢 中國問題的委員會 CECC 3月31號才出了一個報告 然後那個在上面呢就說 是犯下種族滅絕的暴行 是這樣來指控的 那我們其實一直在問說 請問拿出什麼證據了呢 有這些照片嗎 或者是他們發布的類似像那種視頻 那種慘絕人寰的情況嗎 沒有的時候還會說那叫做種族滅絕的話 那為什麼有這個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這個還不叫種族滅絕呢 所以我請問一下閻老師 這美國到底為什麼是這樣 這個標準是如何來定義的 然後呢現在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還說 要求要把俄國踢出人權理事會 這個你知道193個會員國 三分之二要同意 大概數一數差不多129個左右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們的目的不就是 要把俄國趕出聯合國嗎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種族滅絕 有一個公約在1948年就通過 那美國呢40年之後才終於批准了 為什麼拖了40年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威斯康辛的參議員 每一個會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通過這個 要求要通過 當時美國是怕說 會來調查他屠殺印第安人的歷史 也是一種種族滅絕嘛 因為你把印第安人 你不僅帶了傳染病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的整個的文化生活 都變質了嘛 就是印第安人真的是 面臨有點種族滅絕的危機了 所以這個是美國 一開始對這個公約就不是很信任 那同樣的我們今天再看 後來剛才介大使提到 包括非洲像魯安達的情況 像蘇丹在達佛地區 那當時的黑人被 雖然同樣都是穆斯林 但是被阿拉伯人滅絕 也叫做種族滅絕 那最近的一個case 我想大家比較熟悉在台灣比較熟悉 就是緬甸的羅興亞人 因為也是宗教信仰不一樣 然後成為單一就是針對性的 來對他 那就是一種種族滅絕 那如果今天我們看 羅安達的情況 當時聯合國就要求 不要用種族滅絕這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有種族滅絕這個字出現的話 國際社會有保護責任 你好像就要干預了 所以你一講到種族滅絕 大家就會說那你美國 搞不好就應該要出兵了 因為這個是很嚴重的狀況 因為你有國際道義責任 要去保護嘛 所以就要盡量避免不要講這個字 因為講出這個字 就是你要 你要有義務去保護 你要去保護 所以現在不能講這個字 否則的話他要出兵保護 他必須要出兵了 應該是這樣子來看 美國就不要出兵嘛 對美國當然不想出兵嘛 而且今天這個規模 還沒有到我們講說 南斯拉夫內戰的時候 當時的情況 我們看到那個就是塞爾維亞的 當地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 把波斯尼亞人 因為又是穆斯林屠殺的狀況 其實那個有點針對性 那我現在這 並不是說俄羅斯沒有犯下 很嚴重的戰爭罪 戰爭罪包括種族罪 但是種族罪可能是單一更高的了 那要單別解釋出來 但是我認為俄羅斯今天你說殺了很多平民 對不起 我不相信沒有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俄羅斯平民 也這樣子遭殃死掉 你怎麼分得清 他們語言也同 看起來也很像 如果今天真的殺了我 還不敢說今天俄羅斯人是 叫對出來說 來給我看你的身份證 你是什麼人 然後來這樣子來做 我想大概還沒有 所以應該沒有完全的針對性 這一點我比較同意美國的看法 就是說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但是澤倫斯基為了 希望國際社會介入 對 一定要把他講成是種族面絕 這個就是他的巧門 旺旺水神抗菌疫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